大家好 歡迎又來到香港藝民 原本今天第二集想跟大家說一下關於萬里種類的日本東西 但由於我剛剛做了一個新的藝巢 我都做了幾個小時已經很累了 所以今天怎麼辦 我會選擇做一個開箱的 大家看到我桌面上面這兩箱 可以看到一個藝酒星球 其實是台灣一間很著名的藝店 萬里帝國的出品 為何今天要做這個開箱呢 就是因為它這款藝巢 是我一老夜都很想要的 剛巧我有朋友上個月去了台灣 我就托他戴了這款藝巢 其實你也看到它的包裝很簡潔 紙箱上面有一個屬於藝巢 這個藝酒星球是它這個藝巢的模特兒名 就是TC01 一個使用說明書 兩款不同的巢體 這個就是一些巢板 這個補濕的 它還有核鐵絲網 另外還有一些小配件 現在呢 我就浪費少許時間 砌了這個藝巢 砌完之後呢 我就會跟大家介紹一下 為什麼我這麼想要這個藝巢 其實我們每個洋藝的人 都會經歷過這個最煩的地步 就是每一個藝巢 你要自己砌的時候 都是用包裝紙 我們都... 麻煩 好 一個這麼漂亮的藝巢 就砌完了 大家可以看到它最特別之處 就是它裡面的格格 這些 這些是用3D印刷 打印出來的一個藝巢 它的好處是在於什麼呢 就是它可以很輕易做到一些 比較複雜的巢體構造 另外為什麼我這麼喜歡它這個3D印刷的概念呢 因為其實3D印刷是慢慢補給 你將圖掃到電腦之後 你可以任意設計你的藝巢 任意改式 所以其實這個 未來是一個很大的科技趨勢 但是它就有一個缺點 這個我就沒有試過的 但是台灣一些前輩就說 這個巢的保濕能力是比較弱一點的 但是始終這個巢 因為它是索存索膠 它就沒有我們石膏巢的保濕 我相信養一些濕度要求 不是那麼高的藝巢 會比較好一點的 好 那今天就先講到這裡 大家如果想知道更多關於《矮酒星球》的資料 可以上Facebook或者YouTube搜尋一下 萬里帝國 好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